5 4 3 2 1 球是圓的 就算是聯盟霸主對上聯盟盧主 一場定輸贏的話 還是很難掛保證強隊百分之百拿下勝利 但如果小咖球隊一場接著一場連勝下去 像2017年WBC紀念賽 一路從會外資格賽達到世界前八強的以色列 贏韓國 贏古巴 還以15比7大勝我們中華代表隊 正冷門當作在爆米花聯盟放鞭炮連環爆 在大聯盟一百年歷史的洪流中 爆冷門淘汰大熱門甚至是爆冷奪冠的大黑馬 數量多到至少能湊出一集Top7了呢 What's up 大家好 這是一品福德加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大聯盟史上七大爆冷門的比賽吧 第七名 跟你說個笑話 2016年NBA的荊州勇士刷新公牛王朝的單季72勝記錄 以73勝的王者之姿 在冠軍系列賽三勝一副的大好優勢下 被逆轉奪冠成為天大的笑話 就此NBA也加入MLB的行列 除了拿下聯盟最佳戰績 卻沒有拿到冠軍的又一個代表 沒錯 2001年 憑大聯盟單季最多116勝的水手 還沒打進隊時 第一次世界大賽就被淘汰出局了 在去年國民奪冠之後 水手已經是大聯盟30隊裡面 唯一一個沒有打過世界大賽經驗的球隊了 不過淘汰他們的是尋求4連霸的陽機 倒也算不上什麼爆冷門 剛剛也說到水手是平最多勝記錄 就代表歷史上還有一隻116勝的隊伍 他們就是光緒小熊 1906-1908三闖世界大賽完成2連霸 沒奪冠的1906年只打152場 就創下單季最多116勝記錄一直保持到現在 簡直是大聯盟史上第一支王朝球隊 對上王牌投手三子俠Morikai Brown 投出依然是國聯歷史紀錄的單季1.04ERA 在歷史上唯一一次的 芝加哥世界大賽內戰要對上打擊平弱的白瓦 小熊應該是勝券在握的 沒想到白瓦打擊大爆發 6場料理小熊 創下大聯盟史上的第一大爆冷門 再怎麼說1906年的白瓦 還是有93勝超過6成的勝率 就像2001年的陽機一樣 擊敗史上最佳的戰績是爆冷門沒錯 但陽機跟白瓦也稱不上是一隻黑馬球隊 接下來要講的才是 大聯盟季後賽史上的最大一匹黑馬 在還沒有外卡賽的年代 以聯盟戰績排名第五 超過5成勝率一咪咪的83勝 就拿下分組龍頭混進季後賽 他們竟然就是人稱不死鳥的 聖路易紅雀 不過不是史詩級的2011年 而是再上一貫的2006年 雖然2006年世界大賽對老虎 被列為史上最無聊的世界大賽之一 但是國聯冠軍的7場大戰 還是一次相當經典的以下客上戲碼 大隊會豪華陣容包括 Carls Beltran Jose Reyes David Wright Tom Gavin Carls Delgado Billy Wagner Pedro Martinez 跟El Duque 而紅雀只有Chris Carpenter Scott Rowland 以及年輕的紅雀三本主 Albert Pujols Adam Wainwright 跟Yadier Molina 雙方敖戰到第七戰第九局都還是平手 最後 紅雀的未來還是掌握在年輕人手裡 7th tonight He hits it in the air to left field Back is Chavez At the wall This ball is gone Two run home run The 0-2 delivery Carls struck him out looking The Cardinals are going to Michigan to take on the Tiger 第五名 大紅感架機器 2006年大都會或許是奪冠大熱門 但在歷史上大都會還是扮演黑馬居多 尤其在1973年 大都會甚至以 比2006年紅雀更少的82勝戰機挺進季候賽 要不是世界大賽七戰敗給運動家王朝 最低勝率的世界大賽冠軍就不是06年的紅雀了 70年代是美運動家國紅人的時代 72到76年的世界大賽冠軍全部被兩隊包辦 72年兩隊也在世界大賽正面對決 當年是運動家又一次七場的勝利 73年以全大聯盟最佳戰績捲土重來 由Johnny Batch 跟Pete Rose 領軍 而稱大紅殺人機器 五戰三勝的國聯冠軍戰前兩戰 都是經典的投手大戰 雙方戰成平手 第二戰打完大都會二雷手一個自嘲的言論 紅人今天的打擊跟我一樣爛 引起當年的打擊王家MVP Pete Rose 的不滿 認為這句話簡直太羞辱人了 於是在關鍵的第三戰 暈亂中大都會拿下第三戰率先聽牌 最後第五戰輪回大都會對死最強驚奇湯姆 Tom Sever先發 完成一次大聯盟史上大爆冷門 第四名 黑貓魔咒 沒錯 連續三名又要講到大都會 不過1969年的大都會 與其說是當年大聯盟的一大黑馬 不如說是棒球界60年代的最大黑馬 62年創隊的大都會 在大聯盟還只分國聯美聯共20隊的時候 永遠只排聯盟第九第十 七年五次破百敗 還有史上最慘120敗 69年第一次將聯盟又細分東西兩組 誰能猜到史上第一個國東龍頭 會被大都會給搶下 擊敗國聯長期的霸主紅雀 還有當年挑戰破除山羊魔咒的小熊 當年8月中還領先大都會多達10場的身差 但接下來25場比賽只打出10勝15敗的4成勝率 直接讓大都會追進 跟大都會的關鍵二連戰更是兩場都輸 其中在第二戰的慘敗中來造訪了不速之客 被小熊球迷認為他們的冠軍框 肯定又被下了一個惡毒的詛咒啊 黑貓看了看待命的打者 在盯著小熊休息區 彷彿下手結束般轉身離去 賽季最後20場小熊又輸了10幾場 大都會最後50場則是贏了39場 將近8成勝率穩穩晉級季候賽 不只橫掃勇士 還只用5場就解決拿下單季109勝的超級精英 大都會兩個年輕賽洋生涯結束後 更霸佔史上前五高明日堂得票率中的兩個其次 第三名 提前慶祝的悲劇 講到暴冷 怎麼能不提大聯盟史上最豪華的王朝 紐約陽姬 把標準放寬的話 陽姬每次被淘汰都可以算一次暴冷門了 但以我的標準來看的話 只有兩年能進入我的Top7 50年代的大聯盟是陽姬王朝刷最多冠軍的10年 進入60年代的第一年 就交易來爭全力打王Roger Marys 跟史上最強左右開攻Mikimental共享每年MVP前兩名 很有統治大聯盟下一個10年的態勢 而國聯對手海盜同樣不是省油的燈 也是伸出兩個明星DickGrow跟Don Holt 霸佔國聯MVP前兩名 但不管打得再好 在陽姬王朝面前都顯得相當的渺小 史上大賽雖然是逼到第七戰 但是海盜三場勝利分別只贏1分、2分、3分 而陽姬三場都是10分以上的大勝 能被海盜逼出第七戰已經算是一個冷門了 結果第七戰還要像拍電影那樣搞 海盜先持得點並一路壓制陽姬 控制成他們贏球的節奏 沒想到Yogi Berra逆轉三分蛋 七局打完反而是陽姬領先了 然而規則書莫名其妙的寫著 世界大賽MVP的投票者要在八局開始前完成投票 這是完全瞧不起對手能在最後兩局逆轉比賽的可能嗎 陽姬二雷手Bobby Richardson獲得世界大賽MVP 但海盜二雷手Bill Mazrowski 史上唯一一發世界大賽第七戰再見全雷打 把Bobby Richardson打成史上唯一一位拿到亞軍的世界大賽MVP 第二名 馬...馬鱗魚 結合60年的海盜跟69年的大都會 你就能得到97年的馬鱗魚 創隊第五年還沒打破五成勝率的馬鱗魚 在97年突然打出破90勝戰績晉級季球賽 不過還是沒人看好他們的原因是擋在他們前面的 是五年四度代表國聯打世界大賽的勇士三巨頭 四場打完雙方平手 馬鱗魚王牌Kevin Brown跟超級新人Level Hernandez 分別從Greg Meadows跟John Smoze手中拿下兩勝 所以馬鱗魚再派兩人出戰第五和第六戰 沒想到來了個大獲全勝 不只兩個人都玩頭九局擊敗Greg Maddox跟Tom Glavin Level Hernandez 更標出聯盟冠軍戰紀錄單場15K 馬鱗魚爆冷擊敗勇士 這還不夠 世界大賽對印第安人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 第七戰九局下半只差兩出局 睽違50年奪冠的印第安人 遇上亮九人總教練Craig Kounsel 然後是延長賽11局對上巨人 偶數年王朝首冠攻城Edgar Venturia 一技巧妙的穿越 馬鱗魚第一次打季後賽就躲下對死首冠 第一名 馬鱗魚 真的不是我要黑馬鱗魚 但是這次球隊真的是太奇葩了 97年奪冠之後隔年直接好取100場敗擊 創隊10年只有一年勝率超過5成 然後就讓他們奪了冠 對死第11年也就是2003年 馬鱗魚第二次破5成勝率就又拿到了國鱗外卡 國鱗分組龍頭各個面面相去 第一輪四場就解決去年國鱗的冠軍巨人 國鱗冠軍戰是無法奪冠的小熊 大戰必定奪冠的馬鱗魚 就在小熊要破除魔咒都已經一腳踏進重返決賽之門時 一起著名的球迷妨妨礙手臂的意外 把馬鱗魚保送進世界大賽 造就出一場頂尖對決 團隊薪資是對手3倍的羊姬VS馬鱗魚 這次冷門又有點像上次60年的羊姬那樣 贏球都贏很多分卻老是輸掉一些拉鋸戰 尤其三場打完2比1領先的羊姬 第四戰被敲再見轟 第五場Bernie Williams的9局追平2分蛋被外野手沒收之後 最後靠著手投足世界大賽MVP Josh Beckett 又有一場季後賽玩頭玩豐盛 只要馬鱗魚記入季後賽模式 他們最終拿下世界大賽冠軍的勝率是100%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謝謝大家的收看 撰稿的時間剛好是馬鱗魚上次奪冠後 首度重返季後賽的那天 晉級季後賽必奪冠的法則 等今年季後賽結束再回來告訴我結果吧 影片看完之後不要忘記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 再敲一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最後再到粉絲專頁按個讚 永遠的消息都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a!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